有一個大病 他的醫生 有時候他也會看我們的節目 他也會給你看 他告訴我 你不要做得作為迷信的 說我們節目 這樣 結果我去他的病院 我說 但是你們這裡也沒有遺漏 很多醫院都有 因為病人就不肯去住那裡 不肯去那裡看診 不肯去那裡做檢查 那你們就要睡無病人 哎呀 沒有那麼多時間 好 那這個莫承以前叫維雅 對 你為什麼維雅不繼續用呢 我其實原本叫做施維雅 不叫潘維雅 我不是改名字 我是改姓 你如果叫尼維雅就 超好聽 出名 我其實一開始是改姓 後來才改名 改姓啊 改名叫施維雅 我叫施維雅 而且我妹前幾天才知道 你哪時候姓施 我就說我出生就姓施 後來改成施維雅 對 變潘維雅 我以為施維雅 花 跟潘醫師一樣 潘 對 然後原本姓施是 後來改成潘維雅 是因為阿嬤說要過房子給我啦 就是阿嬤那邊 他生了六個女生 然後就是以前的人比較重男輕女嘛 然後就是那時候沒有男生繼承 他就說不然你大女兒姓潘好了 阿以後就是捧到 對不對 就是要拜祖先 然後房子就給女兒這樣 那當然父母聽了就覺得好啊 也可以啊 那我就改姓嘛 但是一開始我叫施維雅 就媽媽就姓了 對 原本叫施維雅的時候 是同學會一直說施維雅 就是一直在後面是叫 施維雅有個綽號 對 所以後來改了 其實我也滿開心的 那時候很小 就是同學 施維也讓我多標啊 又多了一個諧音格 對 然後後來就是改了 其實也滿開心的 因為同學就不會再這樣叫我了 然後想小時候不懂有房子了 所以父母可能比較開心 但是後面就是 有大阿姨知道說這件事 改姓就有房子喔 不然我兒子來改一下好了 就跟阿嬤講說 我們這裡是男生啊 不然他改姓啊 然後就變成說 我就默默的這個房子 這是後來我才知道 默了這個房子就變成 小表哥他們去繼承了 所以你改了名 改了姓 你還是沒有繼承到房子 對 爸爸那邊沒了 媽媽這邊也都沒了 那改了好像不太對啊 就是這個名字 其實從小一路就一直有人說 這個名字要改 他是集中帶兇 斯維亞 潘維亞好像都是 都集中帶兇 對 斯維亞其實 我沒有認真去問過 因為後來都是問潘維亞 還有算命跟我媽說 你這個小孩 有個衛生部長叫做潘尼亞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對 然後就是還有一個算命 跟我媽講說 你這個女兒十八歲的時候 會去拍A片 然後我就很傻眼 我說媽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去 亂算亂聽了 對 這是你們給我的名字 我很喜歡 我不想要改 對 那我覺得命是注定 但運我可以自己改 你不要再 就是我覺得他已經迷信到 因為我媽有精神疾病 他就是很愛改名字 對 他迷信到就是他自己改自己的 斯維亞會十八歲會墮入封城 潘維亞 潘維亞 對 潘維亞會去拍A片 那你現在叫潘維亞嗎 我現在叫潘維亞 十八歲的時候呢 潘維亞 但我沒有去拍A片 就是你被這樣講 其實很覺得說不可能 你越要這樣講 我就要改 然後就是我還以死威脅我媽說 你給我改改看喔 如果你改的話 我就從那邊給你跳下去 我媽才不動我的名字喔 那為什麼說外婆本來要給你的房子 那後來沒有 可是外婆有不自殺聲明 因為 對 就是後來阿姨嘛 大阿姨就是請她的小孩改名 但是那時候就是所有的 有五個阿姨 我有五個阿姨 對 然後就是大家覺得你先 那時候阿公還在 阿公過世之後就說 你先留在自己身邊 不要直接過戶給小表格 所以大家都不謙讓杜蘇 然後中間可能就是阿姨去挑撥離間 讓這大阿姨讓這些阿姨 都離開阿嬤的身邊 然後就變成阿嬤也重男輕女 就會覺得 小表哥偶爾過來看她打個電話 就覺得她很孝順 我想說我們在幹嘛 我們都待在身邊 對 然後後來到後面 可能就是不讓杜 那這個大阿姨就扮鬼下阿嬤 在後院我們住一樓 阿嬤家一樓 然後有後院 然後她就會故意裝鬼 就是套白色的 然後在後面就是給你弄點聲音 然後裝鬼 然後我阿嬤 什麼叫套白色的 白色的衣服 然後在後面 穿在身體嗎 對 頭呢 頭就是蓋子 不能讓她看到的是大阿姨 大阿姨是阿嬤的女兒 對 她就是為了一間房子 雖然她是在內湖 對 可是就是我就覺得 一間房子有必要這樣嗎 然後他們就是 後來還 有 有害怕到嗎 有啊 一開始當然有害怕到 老人家 後來才知道 然後就跟妹妹說 可能有看到 有露餡有看到 對 然後看那個身高 還是什麼有發現到 然後他們那時候也很激情 她有飄起來嗎 沒有飄起來 飄起來就可怕 就真的看到她飄了 就真的在鬧了 對 然後就是阿嬤就說 就跟妹妹 因為妹妹跟阿嬤都就說 我告訴你 那東西拿來 不可以吃 如果今天你回來 看到我死了 不是我自殺 我一定是他們毒死 就是有一直跟妹妹說 我絕對不會自殺 如果我怎麼了 一定是他們家害我的 對 然後他們還 女兒拿回來的東西 叫她不要吃喔 叫我 不是 是阿嬤跟妹妹說 他們可能在下毒 因為扮鬼嚇我 你為了就是要一間房子 然後還是串通代書 後來身體比較差 串通代書 把我阿嬤騙去那邊 讓她自己牽浪肚 鎮宇 鎮宇給孫子 鎮宇之後 不來看阿嬤了 也不管她 也不理她了 那間房子多少次 在內湖高中旁邊 那不錯喔 但是但是我不知道現在多少啦 一樓 幾百 應該有三十幾坪 不錯啊 對啊 是不只價格 我們說是知道的 也不是我的啦 女兒呢 後來還規定 本來原本規定是不能賣 因為那是周除 最後他們還是賣掉啦 對 那你本來 因為我想上節目 這個大家都知道說 你小時候爸爸就 氣你不顧 對不對 有顧一下下 那媽媽呢 後來青生 對不對 那你二十幾歲 你就開始要養家了 對不對 其實從小時候就要幫忙 就要幫忙了 對 那那時候你就都沒有堅持 要改名 為什麼要改成莫程 我覺得是因為一路以來 遇到的老師 也不是我找 可能就是媽媽去算 我們在旁邊被算 我也不是自願要算的 然後講得都很荒唐 什麼拍A片 那個我聽到最扯 對 然後什麼說你的命運坎坷 十八歲說你會拍A片那個 真的要跟他講一下 真的很扯 不是那個老師要講公佈一下 這麼不準 就是我覺得很瞎啦 怎麼會 好就算拍A片又怎樣 會怎樣嘛 你歧視這個職業喔 對啊 那你就不要看A片 就是一路以來 然後可能說命運坎坷或什麼 可是都沒有去講到會死這件事情 我是到二二年那時候遇到一個老師 我只是去上課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會算命 然後我就給他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你來我幫你排命盤 就莫名其妙排了命盤 就說你大概再過幾年 你會死於子宮及腎臟疾病 再過那時候你幾歲 我那時候官方說法二十四 那時候好像 實際應該是二十六 現在二十六 二十六 對啦 那時候差不多 對 然後就是離現在 其實快靠近了 二二年耶 現在二十四年 兩年前 其實差不多了 在明年或後年 就是他講的時間 共裂戲 對 然後我就不信 我那時候剛好想要取一個藝名 我就問這個老師 我說老師 你可以幫我看一下潘維亞這個名字 他有這個結束嗎 他就幫我看 潘維亞是有這個結束的 但你要改名了 所以沒差 然後我又想說 好 我再問另外一個 三個都說有結束 有 對 那我就會 我就會想說 要死 要死 我當然會想說 不可能我一路這樣走 真的心理壓力會很大 三個都這樣講 對 一個我也就會覺得算了 三個這樣講 我就覺得 那是不是我該注意 就算我在怎麼鐵齒 對 我再怎麼 潘維亞 如果潘維亞不改 你就會一兩年 你就會走了 沒有說名字 但是就是排的命 反正的名字 來去摸股 我就找不同的 對 都講差不多的話 OK 所以你才改名字 我才遇到就是我 因為我現在當時 我去使馬 所以遇到現在老師 他才跟我講為什麼 好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